各位城寨的觀眾大家好 城寨短打停了一段時間 因為身體有點問題 應付1、2、5的節目也有點辛苦 但今天開始城寨短打 第一次遇上林鄭的所謂的釋出善意 今早開始很多傳媒的朋友都報導 林鄭召集人大政協和建制派的人上去 宣布會撤會 中午後有傳媒甚至提出會有真相調查委員會 剛才6點鐘終於林鄭發表了電視講話 首先講一下電視講話的聲音是一個機械人的聲音 好像用電腦生成器做出來的假人聲 一點都不像林鄭說的 第二是毫無感情的 他就好像是一個讀稿機 是讀出一段別人要他講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最令到別人憤怒的是什麼呢 就是整段回顧這兩個多月來的反送中運動 他是完全置身事外的態度 比一個龐伯或者評述員還差 是完全不關他的事 先講了那個感受 然後再講那個實質的內容 實質的內容第一點就是撤回 6月15日如果宣布撤回 香港人就不會失去三隻眼 失去六條人命 失去兩個受刀手襲擊重傷 兩次地鐵的恐襲 1117人被捕 100人被起訴 其中大部分是暴動罪起訴 量刑起點 由五年到十年不等 香港社會付出這麼大的這麼沉重的代價 竟然換來的就是說釋出善意 而這個善意只不過是撤回 如果我想說 在這個記者他宣布之後 這個電視講話之後 呼籲大家放下暴力 不要再上街示威的朋友 你們自己想清楚 你們是選擇站在邪惡的這一邊 他這個絕對不只是會出善意那麼簡單 我解釋給大家聽 第二點 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一直是沒有理由去反對 這個由1966年 天星碼頭騷亂開始 都是行之有效 以往大家都知道 包括南丫島的海難 觀龍流的塔麗 嘉麗大廈大火 元旦 蘭桂芳 人踩人慘劇 全部都是有獨立調查的 包括大家記不記得 1997年之後發生的 盧長安干預 港大中庭耀民意調查事件 都是有獨立調查的 現在他說到 竟然獨立調查 好像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好像是很大件事 然後就說不行 好了 現在就是說做了一件事 就是監警會夾好了 今天同時宣布委任五位的 來自英聯邦國家 是有經驗的 警隊改革 以及處理過 大規模的 遊行騷亂之後的 這個撰寫報告的警隊人士 包括來自英國 紐西蘭 澳洲 加拿大等等 我不懷疑這些專家的背景 不過你看監警會的宣布裏面 他們的Terms of Reference 他們來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來 只不過是檢討 警察在處理這些遊行示威 公眾集會裏面 他們的Policy 他們的Deployment 就是說現場的部署等等 有沒有問題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所要求的 對於警察暴力 進行這個紀律調查 是完全兩回事 你把橙放在我們面前 就說這個是蘋果 對不起 到今時今日 我相信任何一個普通市民 都絕對分得清楚 這個是假的挑戰 第二 監警會加多兩個 一個叫做前大律師公會主席 林定國 一個叫做前政府高官 如黎清平 我不懷疑兩個人的獨立性和操守 因為他們比起張華峰 謝偉傳 這班建制派的契弟 肯定 是有一個獨立在 不會幕後被中聯辦控制 不過 只有兩個這樣的委員 起到什麼作用呢 我 仍然會願意給他們一個 benefit of doubt 不過 他要公開和香港人承諾 就是在 721元朗恐襲 和831太子襲擊事件裡面 要立刻涉事的警隊決策的層 停職 如果不是我覺得你們兩個根本就是廢的 如果你宣佈接納這個任命 第一要監警會第一次會議就要提出 要這些人停職 如果不是他們只會繼續策動更多襲擊市民的事件 去掩飾他們的暴行 現在已經正在發生了 為什麼警察打得這麼瘋呢 現在因為他打得越瘋 他也知道林鄭將會在監警會那裡委任這些新的人進來 打得越瘋的話 你就越不敢動他 如果你不停他們職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杜絕我們市民 是說一句 你的良心跌在哪裏 六個警察 唯偶 昨天在太子 去拘捕一個少年 是六個警察去襲擊他 令到他頸椎受損 因為這些事情是無日無知的發生 在那沙門口 在這個大埔 這個恐教大城 何國佩珍中學門口 是飛撲去按下救恩書院的學生 跌落地下跌崩了兩隻門牙 嘴唇要逢針 你想想 警察竟然公然說謊 說是善低 是說是善低 是公然說謊 如果這些情況持續的話 我敢寫包單 哪一個人叫人收貨 哪一個就不是站在香港人這一邊 是不可能因為這樣 而去終止這個街頭的抗爭行動 第三點 叫多些高官下跌 你叫劉光華下跌託 從來這個民政事務局長 根本就是民建聯的人 根本就是中聯辦控制的人 整個運動裡面這班官 所顯示出他們那種的無能 窩囊 和貪戀權威 是不會再得到香港人的信任 因為當我們受盡痛苦 每天看著電視新聞 睡不著覺 感到抑鬱情緒失控的時候 這些官在哪裏我想問一下 然後你現在推他們出來 然後叫他們說落區聽民意 我告訴你 只會引來更多市民的怒斥 和包圍 第四點 做多一些研究 研究香港各式各樣的問題 深層次矛盾 大哥以往研究得少嗎 黃遠輝也研究過土地供應 周永鑫也研究過退休保障 最終林鄭都沒有研究完 已經一腳把他們伸開 他找回來的學者 全部都被他的兜巴升下去 然後大家以後都不再跟政府合作 你想想一個這麼拔戶的人 然後叫他去找一些學者 去研究香港的問題 現在香港是水深火熱 去到危機的邊緣 粉身碎骨 然後你還叫他們去研究 研究些什麼 我想問一下 研究了之後 怎樣執行 誰去執行 你還以為你還有這個政治能量 去推行新的政策嗎 一聽到這些說話 就是 螢幕也想打爆就是這個原因 四點裡面 根本完全沒有任何的善意在裡面 我看到的就是惡意後面那一段 後面那一段是什麼 嚴正執法對於街頭的示威衝擊行動 就是說 當他開動政府的宣傳機器 去告訴大家 我已經做出做盡我要做的事了 之前路透社露出來的內幕 包括錄音帶 包括說中央不給他五大訴求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期望管理 就是告訴他他已經迎難而上 中央其實很多事情不讓他做 他已經做到盡 所以才有今天電視講話裡面的四點 這個絕對是一個期望管理 是一個Tactics 是一個手法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這個手法的目的只有一種 就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就是當這個我已經釋出善意 而你們幫人繼續上街 繼續跟警察對抗的話 就會進入緊急狀態 這個就是他鋪排的後果了 這個人到今天 我可以這樣寫包單 是從不知悔改 也不知道他自己陷入香港 這個重大的危機裡面 他所謂的自己做了錯事等等這些全部 都是為了去延續他的管治 延續他對香港的控制的一些手段 對我們來說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中學生都會講的了 昨天早上開學禮 全部的中學生都會講的了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現在沒有了撤回 但是已經不是6月12日的情況了 現在已經是 現在市民要求的是解散警隊 所以五大訴求 都一直繼續有後續加進去 繼續上街呢 和平集會我覺得應該繼續舉行 民陣我覺得應該是爭取就爭取 不需要你林鄭說什麼 而是就爭取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就默克爾在中國訪問 要向德國 要向歐盟 要向世界的媒體 顯示出所謂的釋出善意 其實我們是不接受 也都不妥協 我們要求美國盡快通過 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現在九月復會之後 就是另一個戰場 所以我希望 如果有民陣出來牽頭 去號召大規模的和平集會 大家和你飛出來 去集會 我看警察批不批 如果你說釋出善意 如果你釋出了善意 我這個集會 我又不是針對中聯辦 又不是針對誰 我只是要求美國 去爭取美國 盡快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你說什麼理由不批 如果他也不批 那證明這個釋出善意 其實就是假的 我希望 我們這一邊反送中的朋友 大家要穩住我們的陣腳 不可以在林鄭這樣的spinning 期望管理 用盡這些手法 來去餘弄市民的情況下 我們願意去選擇妥協 我估計 有一些錢男或者錢黃的 或者社會裡面的 建制派的精英 這次裡面對林鄭不滿的 可能會乘機歸隊 但是很簡單 連田北辰都自己會說 沒有獨立調查 很難收貨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大家會做 一定要繼續 現在這個團結 不篤灰 不割席 不切割 不止疾 已經是深入問心 我今天看到一間中學的 開學禮的一段片 他們奏起國歌的時候 他們大聲唱這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然後跟著 到整個開學典禮結束之後的詩意 是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我們不篤灰 不割席 不切割 不止疾 很多人看完之後 其實覺得很感動 但是經過這麼多個月來 大家已經在感情上 變成一體了 這是香港人身份建立的過程 也不會因為林鄭 這麼低水平的政客 作出這樣的手段 而我們會分化 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最重要 我們自己看得出 從來沒有人去挑戰一國兩制 我們所要的是真正的高度自治 是要求我們 是還回我們應該有的 在《中英聯合聲明》裡面 所承諾給我們的東西 如果你一說到普選 你就說我們要跟你爭奪管治權 那你擺明就是搬龍門走數 這個是你們欠我們的 我們正在做的事是理直氣壯 所以我們才可以走到今天 是不會出現分化 當然有些人會提出運動裡面 不同的方向 有些人覺得 是不是勇武的朋友應該休息一下 或者是不是集中的力量 再去從場計議 打好國際的場仗 有些人覺得可能和理非再出來 等等 大家記住 討論一個運動的方向 以及策略的時候 這個是良性的 不需要一開始就上綱上綻 就說你現在是不是割席 是不是督灰 是不是妥協 是不是解散等等 千萬不要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我們今時今日 仍然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有共同敵人 是林鄭月娥 你想想當日流出 在HK Club 所謂和商界人士的對談 裡面所說的對話 你有沒有聽清楚他說什麼 他說他走不了商場 他說他去不了出發 下不了區 很慘 你聽完這番說話 你會不生氣嗎 你想想我們每一天 你看到那些新聞片 我們自己看到的 我們樓下居然是射催淚彈 在偉業街 然後一轉出去海濱 二十幾個小孩趴在牆 我們親眼目睹 那些重裝甲的震暴警察 按著他們在地上 這些香港人這兩個月來經歷的 跟他經歷的述不到法相比 是可以相提並論嗎 這些叫做釋出善意 沒可能吧 好了 今集短打差不多 明天再見 拜拜